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包扎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我是主持人小果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的各项技能会有所下降 暖潮的衰老也在日程当中 女性进入绝经期之后,暖潮功能急剧下降,最终消失 这段时间是48到50岁 不过暖潮开始衰老的时间会比较早 平均下来在37.5岁以后 生育能力的下降,预示着暖潮衰老的开始 暖潮衰老有哪些表现呢? 暖潮衰老并不是毫无征兆的,会有一些表现 女性提早了解,能够帮助她们更好的应付 不管是正常的暖潮衰老还是暖潮早衰都要积极调理 1.皮肤变差 暖潮衰老了,从脸上就能看猪 女性会发现自己脸上细纹和皱纹增多 面色昏暗发黄,看上去特别粗糙 2.月经不调 暖潮和月经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暖潮功能下降就会有月经不调的表现 除了来月经的时间不确定之外 月经量也会减少,周期也会变得很不稳定 3.性域下降 暖潮功能衰退,体内磁激素减少 对性的需求不像原先那样高了 性域下降虽和很多因素有关 但是不能忽略这一因素 4.骨质疏松 暖潮功能下降了,体内磁激素水平下降 就容易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更年轻女性是骨质疏松的高位人群 就是因为暖潮功能大幅度的下降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